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报告是关于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的网络购物的一个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双十一当天只有不到三成的货品 它的价格比平时要低 那么超过七成的实际上并没有降价 甚至是假打折 那么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它会不会影响以后大家对双十一的一种消费的意愿呢 我们今天来讨论 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随时通过互动平台发表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中消协昨天发布的这份报告 为了加强对国内主要电商平台双十一商品价格和服务的社会监督 今年十月十三号 中国消费者协会宣布 启动2016年双十一网购商品价格和服务体验式的调查活动 对电商平台上宣称折扣较大 销量较多的五百三十三款商品 在今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下旬期间的价格变化 进行详细监测 昨天中消息公布的结果显示 包括天猫 淘宝 京东 国美在线等多家电商平台在内的主要的网购平台 只有27.8%的商品真正实现了大折 有55.5%的商品价格和平时相同 还有16.7%的商品价格比平时还高 这也意味着这些电商平台不同程度存在着涉嫌 先涨价后降价 虚构原价 促销价格不实惠 和违背诚信信用原则的问题 这个是昨天中消息发布的这份报告 估计很多人看完之后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现在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当中 提到双十一就意味着说是打折 优惠 得到一些实惠 但是现在给出的这个数字呢 好像大家都不同程度被忽悠了 是因为你觉得看完以后意外不意外 很意外的是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其实呢我也是一个网购的老用户了 05年就在弄 淘宝它刚上线我就在弄 但是这么多年来呢 你会发现 我虽然会把我日常需求的一部分 放到电商平台去采购 但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电商这个工具存在 导致我呢额外的有了一些新的需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网上有一个词 形容我们这种男人叫直男 其实是有点贬义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很死板的意思 但这种死板呢又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可以说是一个极致的理性购物者吧 无论商家怎么样的包装这个形式 无论营销的多么纷繁 该怎么消费 还怎么消费 我该怎么消费这种消费 它就算再便宜 这东西只要我不要 白送我都有可能不想要 就是我是这么一个心理 但是我相信很多网购的这个用户呢 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包括一些很多女性的买家 她可能觉得说这是一个狂欢节嘛 狂欢节我想说的本身是购物这个过程 此外的话呢 我就算买一大堆东西 只要能够买回了家 就算有一些我不那么需要 她也不会太在乎 就是她对这种东西没有那么敏感 这个我都理解 但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 其实现在啊 电子商务的大环境真的变化了 现在说的不好一点 就是说真的是三教九流的这个商家都进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街边看到的那种什么 放着一个大喇叭 只要五元 只要五元 这种店可能人家都开了网店了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 经常是那种最后三天 擦亮自己的问题 对 什么大甩卖那种店 对 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也有店了 对 那提到现在网购都知道这个女性好像是主义军嘛 对 而且女性对这个价格追踪的也是比较精道 都知道说过去的价是什么价 双十一这一天的价是什么价 问一下王购你觉得这个三成的价格比平时可能才低 七成并不低 你觉得意外吗 其实我是不意外 因为我觉得每一年双十一和双十二过后都会出这样一个价格的报告 2015年的我看了一下 好像2015年它是这么表述的 说是先涨价后降价这个有所减少 就是这种现象有所减少 然后我看了又看了2016年的报告 其实我是想说不管七成商品也好三成商品也好 毕竟我们消费的就像像沈月这种男性是比较少的 都是属于我们这种女性比较多 女性是主力减少 对 比如每一年我都有上这个节目谈双十一双十二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不要问我买或不买 你要问我说今年买的金额比去年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我是属于这种买了毁三天不买毁三年的这种人 所以我在不管这个价格说是抬高了也好降价了也好 对我来说我一定会去买 而且的话我买东西一定会去买是我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的这个购物的朋友 那从了你需要的东西这个价格 比方说它比平时打折比较幅度大 会不会对你有一种消费欲望的 对对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今年双十二 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个杯子吧 我一个杯子的话 我一个月前我就已经放入了购物车 那当时价格是一百三十八块钱 然后的话 一直在关注 对我已经持续在关注 这一个月其实我其实很早就想下手买了 但是我一直考虑说 好像这个是女人很多都是这么做 会比价 先放到购物车然后追踪价格 对我想双十二肯定会降价 于是我就一直等 等了一个月双十二降到一百零二块 然后呢 我再使用一个淘宝的底扣的购物券 我花了九十块钱就买到了 虽然可能说这个价格只差了四十块钱 对 谁约会就说 就四十块钱东西啊 好厉害 我们这种家庭主播就 但是效果很好 对 效果很好 给人带来那种幸福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幸福的感觉 很满足啊 看来这个王霍这类的女人还是很多 就是她真正的追踪到所谓这个三成的货品 确实是有打折 那对那个七成 她恐怕是他们都觉得是被他们给筛选掉了 文才你是作为电商了 你觉得这个意外吗 有三成的财比平时便宜 应该来说我觉得是很意外 你感觉都是打折的多 我觉得从我们自己的企业运营角度来讲 应该是打折的很多 并且我们去看了一下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属于打折的 不打折呢 我们也不上架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更理念把双蛇这种一种营销活动 我们对于上架来讲 更把它 它的定位是到底 是甩后呢 还是卖后呢 还是属于会员的体验 那所以说你们公司 可能做得比较诚信 就是在这一天 我们但凡是号称双十一 我们确确实实要给消费者反例 我们给它优惠 我们要打折 哪怕是幅度不是很大 我们也是真打折 不是先涨价后打折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倡导这个 并且当然我们也建议 有一些商家 比如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 可以差异化 比如说你明确 某些产品是怎么样营销的 避免给消费者一个误导 另外一个 我们有很多店铺 有一些店铺我们可以做 会员营销的 有一些店铺呢 可以作为打折类型的 所以这样子 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 它慢慢会明确 所以我觉得 从整个消费市场来讲 它会慢慢进入 一个两期的 你们公司的市场营销手段 已经是比较多样 更多样化一些 不单纯只是一个 所谓价格战 对对对 应该这样的考量 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疑问 说这个只是 中消货做的一个调查 那么其他机构做的调查 是不是也佐证 它的这个结论呢 也很凑巧 360公司和国家信息中心 前不久也是通过 大数据的采集 然后也进行分析 得出的结论呢 基本上和中消货的结论 是比较吻合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去年年底 360公司发布了 2015年双11综合信用评价报告 这份报告的数据 来源于360公司 和国家信息中心等单位 对双11期间的电商平台 所进行的实时数据监控采集 监测结果显示 2015年双11期间 743万件促销商品中 有52.99% 出现了事先提价 当天降价的情况 少部分商品 甚至提价 200%以上 和两个月之内的 历史低价相比 双11当天的促销价格中 有53.6%的商品 实际涨价 真正降价的只有34.6% 在销量比平时翻倍的 畅销商品中 先涨后降的情况 占到了惊人的75.52% 数量超过了68万件 今年双11之前 虽然相关部门 发布了网购风险的提示 但是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 买到了没有真正降价的商品 这个是360公司和国家信息中心 他们大数据分析的一个结果 因为360公司是做这个网络 这个后台数据的 所以说它可能是 大数据的掌握方面 有它的一些优势 它的这个结论也是说 真正降价的大概也只有三成 那王慧儿 这个你刚才也谈到 就是2015年 2016年 你都在关注相关的 这个市场评估报告 也发现说有这个什么 先涨价再打折 然后有所减少 然后相关部门 或者是这个大的一些平台 也推出了一些惩戒的措施 但是为什么现在看 似乎效果并不怎么好 其实这个跟电商平台 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游戏的玩法 和规则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觉得像吴文才这种 电商的这种 诚信电商 对 诚信电商 他应该深有体会 我就举那个淘宝天猫店 来说吧 那淘宝天猫店的话 其实店主 他们也有 他们自己的这个想法 比如说我本身 净价的 举个例子 我一个净价的包 原来净价的价格的话 是280 那我售价售378 那378 我还给你包油 然后呢 中间有算了 13块钱的油费 或3块钱的包装费 这样去掉了16块钱 然后天猫 它要收取5.5%的利润 这样的话 还要扣除 每100个人 来看我的这个商品 天猫还要拿走 五毛钱的这个广告费 那这样的话 就50块钱的那个利润 又去走了 也就是说 我378块钱的 这个售价里面 你还要求我 再去打九折 我本身利润 只有27块钱了 再去打九折 然后还不算 非常薄了 对啊 3%和4% 这个税费 我还没有算 那么做下去 我肯定是要亏本呀 那亏本了 我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先涨价 再降价 或者是以次充好 被逼无奈 对 确实是有一点被逼无奈 而且说实话 像王慧是比较精明的消费者 大多数消费者呢 大多数消费者呢 大多数消费者要把那个商家的打折策略搞清楚呢 自己可能都被打骨折了都想不清楚 所以我想说呢 今天双11双12搞这么多造假 绝对是情理之中 对不对 但是又是 这些电商平台自己捉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 原来在09年10年双11刚出来的时候 它有这样一个作用 它带新的商家 也就是说 新的商家在这个电商狂欢节中 它在让利甚至不赚 或者微亏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大的营销的效应 也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充量来刷它的信用 因为我们知道 淘宝它立足的资本 就是它的信用评价体系 对不对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淘宝成什么样了 大家都在说淘宝的这个信用评价体系 已经接近崩溃了 在这种情况底下 很多新的商家 它宁可是买这个假账号 宁可请这个专业刷子公司 去刷这个信用 它也不会真金白银掏出来说 去让利去刷这个信用 它没有必要 而对于这个老商家来说的话 我既然市场都已经做好了 我已经有我稳定的客户群了 我何必还要像王辉说的这样 倒贴钱的再去给你们让利呢 显然电子商务 它本身就是一个薄利的一个市场 跟传统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零售体系来说的话 那么我觉得等于是 商家不得不被淘宝裹挟着 要配合你搞这个狂欢 去迎合消费者的心理 那它当然最后的选择就是作假 就是我先提价 再打回去 给大家一个狂欢的 一个虚拟的假象 实际上很多商家都难以承受 关于这个问题 有人也提到一个观点 就认为说涉及到这个商业的信用 比方说价格 先涨价再打折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价格欺诈 商业欺诈 这本身这里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有人认为说 它就是一种价格欺诈 或者是商业欺诈 那么涉及到这个价格欺诈和商业欺诈 单纯靠电商一个平台 用商业的信用去解决这个问题 恐怕是解决不了的 必须是相关的一些行政职能部门 权力部门进行必要的市场监管 来服以所谓的商业信誉 是不是才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 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看法 一位说按需购买 先放进购物车 再默念断舍离 如果是还心头很痒的话 再付款 这个就是给自己呢 要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还有一位说大家被忽悠几次 自然就觉醒了 变惊了 再一位说买的没有卖的精 这个是铁绿 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 又刚好砸到你头上 除非你对所买东西的质量 性能价格完全了解 才能够放心的下单购买 像王会儿似的 追踪它三个月半年 这样的话心里面就会有底 还一位说这个主要是缺乏 相关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 加上惩罚力度不太大造成的 就认为说 我们相关那些行业的 这个行政主管部门 是不是也该有必要的监管 欢迎大家也随时通过 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您的看法 您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另外提到 现在这个人造的购物 也太多了 双十一双十二 还有什么黑色的 什么星期五 还有个什么一二八 等等之类的吧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现在出现明显的 真的是涨价 假打折 这个会不会对以后的电商环境 造成一个非常致命的影响 认为说 你们不就是一帮骗子吗 谁还当你们网上买东西 文财你担心吗 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看电商的营销 并不是打折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电商所带给大家的 整个消费理念 消费模式 消费习惯 包括消费场景 等等应该是非常多的 它已经融入了 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生活中 这个肯定是趋势 所以说整个来讲 我觉得对电商来讲 没那么 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 非常敏感的在价格上面 在双十一上面 我们就看到双十一双十二的历史 在09年、10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 这么的一个购物 网络购物那么 影响那么大 那时候主要是 线下的整个消费群体非常大 那阿里巴巴为什么 去推出双十一 他就让线下的品牌 大品牌等等 一开始 不跟他天马王啊 不跟他淘宝三层啊 淘宝王啊 因为大品牌啊 那么他要让他这些大品牌 看到网络上销售的震撼力 销售力 所以说那时候 一开始打出了一个五折 我们也看到09年、10年的时候 五折 能参加五折包邮的商家 其实不多的 很多商家的价格 那时候还是很实诚的 当时是 确实是震大价 很震大价 然后后面呢 等到11年开始 很多商家 应对着这个策略 去做价格 整体稀高 整体盘高 包括我们也看到 很多线下的品牌 传统品牌 很多服装 价格也直接上升上来 它的上涨幅度 30% 50%的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历史的情况 我们就回归到现在去看 我们需要的是 并不是去怀疑这种价格 或怎么样 我更需要的是 我们的商家 比如我作为商家经营者 我明年怎么去创新 我怎么给我们的会员 提供更多的购物场景体验 消费博士体验 更好的产品体验出去等等 我帮你补充一下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说 电商现在不是我们概念中的 那个所谓的是创新的经济了 它真的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经济 是的 可以说现在随便一个 什么小商小贩都进入这个平台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 这个平台中创新的力量还在 它不会说这个大环境 你说让它整个变得与日俱下 不可能 沃尔玛现在在搞什么 沃尔玛在搞一个新的研发技术 就是说大家进入它的超市以后 把货拿走 不用买单 不用去收银柜台照 对不对 它这个技术的话 就是基于现在的这种算法 还有很多新的这种创新企业 在搞这种VR 就是虚拟现实的购物体验 这些东西将来可能是引领消费的 我们不用担心说整个科技 它不会往前走 或者说科技引领的这个消费 不会往前走 但是在国内的话 我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大家习惯了山寨 习惯了拿来主意 所以势必还会有这种 鱼龙混杂的现象 应该讲吧 这个问题不妨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就是 电商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从商业模式来说 它是一种创新 和传统的商业模式 和实体店有明显的不一样 但同时呢 里面玩这些所谓的价格战 包括一些价格的一些猫腻 或者是策略 或者干脆叫欺诈吧 先涨价再打折 一点都不新鲜 过去的实体店都已经玩 也是这样子做的 都已经玩残了 因为现在想当电商没有门槛了 对 现在无非因为把过去实体店 玩残的很多手段 又放到了电商当中 在双11双12又开始大玩 我们现在可能担心的就是说 这种过去的老的一些玩法 会不会对电商这种比较新的模式 以后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提位透 马上回来 中消息发布调查报告 双11实际降价商品不到三成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公布抽查结果 淘宝羽绒被抽检合格率为零 先掌后降 以次冲好违背诚信的行为 为什么屡禁不止 大幅打折的电商模式 是否难以为继 越来越多的网络购物节 会让消费者百炼成精吗 约束电商是否需要行政手段的介入 提位透欢迎亮剑 网络购物节陷阱多 你还会买买买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提位透 针对昨天中消息推出的这份报告提到的 在双11电商购物节当中 实际上真正降价的货品还不到三成 那么是不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大家可以随时发送您的看法 您将有可能获得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兰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针对网络购物活动当中出现的 这种价格不确实的现象 有人建议说是不是相关的一些电商的购物平台 包括行业协会 特别是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 应该有必要加强监管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除了消息也对价格所进行的调查 今年的双11期间 一些商品生产者也在对产品质量自查自究 前天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发布了 2016年双11网上羽绒制品质量的抽查结果 结果显示 羽绒服的合格率为70.6% 羽绒被的合格率为45.1% 其中在淘宝平台上购买的羽绒被 合格率居然为零 为此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将联合电商平台 对不合格产品进行责令承改和强制下架处理 对不合格产品所属的店铺 开展重点监督和定期抽查 在淘宝平台上购买的羽绒被 抽检合格率居然是零 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于是有人说 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 是不是应该强化监管 我这样看待 我觉得这个抽检率为零 它有一个标准的问题 也许你消费者协会有它自己一套标准 但是行业又有一套标准 我认为一个销协或者说一个工商总局 它是没有办法对整个市场上 上万种商品细分商品 都有专员去研究 然后制定了很务实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监管标准 这个一定是市场自己在做的 协会自己在做的 我觉得监管部门上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思路 你考虑到你在电商的这种系统中 它本身的信用评价是真正的元凶 是病兆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所以你应该去监管让淘宝 类似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它去把自己的信用评价体系 重新重振起来 重新完善起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不要再搞那种所谓的好中差评 因为你知道任何一个差评 卖家都是要跟买家拼命的 就没有差评可言 没有真实的评价可言 早就应该改成所谓的百分值 或者五星的这种分数评价值 对不对 再比如说淘宝上的账号 很多都是假的 都是僵尸账号 那是不是你应该用 所谓的网络实名账号 或者说至少是真实社交账号 去评价 对不对 只有从这种方面去入手 去立法去监管 那么整个电商的信用评价体系 才能重新重建起来 才能真正值得信赖 这个问题文才看法 我觉得这样子 现在其实普遍存在一个现象 就是制定法规的 制定规则的人不执行 执行的人对于法规 整个的背景 或者法规的执行的力度 存在着偏差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们也看到淘宝 其实它在 比如我们今天讨论 双十一的一些话题 我们看到淘宝 它对于三家的 这种运作的时候 它从三家的 从产品选择价格 策略 营销所所设定的各个环节 它是有一个体系的 但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消费者 对这种价格的监督 消费者对这个 价格监督等等 它所抓取的数据 并不是这两个月的 或者这一段时间的 我们更会看它长期的 那对我们三家来讲 我们会看到的是 我们平时的营销 比如说一个新产品上来 在某个阶段 它会有一个很低的点 所以在很多时候 这个会出现 当然我们也看到 这个它说 以轮备 淘宝上都是零 我觉得这个在以它的 抽检的这些品牌 或者产品等等 应该是存在一些 我觉得有意思 不可能整体是 而且这个问题 可能和那个商业的信誉 还不是完全是一个问题 比方说涉及到 这是商业度问题 对 这个淘宝上 羽绒被的合格率为零的话 显然是产品质量 是有问题的 那么涉及到产品质量的话 就不能说是 你电商平台能够决定 或者是监管的事了 相关的部门 必须出来 制定明确规则 如果是违规 该怎么处理 我们再来关注 场外互动的一个情况 一位说 不需要的是坚决不买 我是侄女 还一位说 双十一的的确便宜不多 但总体比实体店划算 又送货上门 还一位说 因为假打折假货 而完全排斥网购 不是明智之举 但是如果能够让电商 不诚信经营付出高代价 必定会大大改善 这些不诚信经营的情形 还一位说 没有买过 这样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清楚 只是不由自主地 还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就是被坑了 因为说里面 很多还是反复的 然后你觉得 这个网络的购物环境 如何来避免 陷入这些不良商家 他们的一些陷阱和套路 我们说 自古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如果是我的话 说实话 我这次其实很想吐槽一下 像淘宝这种 满额缩减多少的策略 因为我是劝女性消费者说 我们不合适的就不要买 不需要的就不要买 但是往往因为 她有她这个政策以后 我就必须得去凑单 然后说到半夜三十点 还在那角度一口 就说我什么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